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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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毓文踢爆》 今天是2022年11月5日 星期六 現在是晚上9時 《毓文踢爆》直播的時間 美國和中國在目前整個國際形勢 他們的和諭戰都牽動全世界 這已經是客觀的事實 兩個國家的政治的移動 或者變化 都會令國際形勢產生很大的影響 無論是政治經濟各方面 你看看很簡單 現在美金升到這樣 你說對經濟有沒有影響 《二十大》剛開完 大家都看到 大局已定 習近平將會是 未來五年 主宰整個中國命運 和影響國際局勢的 一個中國的獨裁者 我們說他 金正恩上身 加上中國共產黨 就北韓化 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無論哪一個黨 在未來的選舉中 執政 或者在國會中佔多數 兩黨政治的版圖 任何改變都好 抗衡中國 或者抗中 這個已經是 兩黨 不要說有共識 大家的目標都是一樣的 可以這樣說 這當然是互動 一條鑰匙 兩條就是 啪啪聲 這是互動的 好了 現在《二十大》之後 整個中國形勢 在政治方面已經很清楚了 大家都不需要有任何幻想 中國會不會有民主 會不會有民變 不用想 繼續是獨裁統治 而且可見的將來 不知道是五年 可能是十年 所以有些人 我早兩天和一班 台灣的那些 媒體 那些管理階層 吃飯 吃下午 有成十個人 其實大家都 好像 不約而同 都覺得 你現在習近平 這個新的獨裁者 和他 在二十大報告裡面 說的 絕對不會放棄 使用武力 這個說法 當然有些人說 共產黨經常說 不放棄 不排除武力 解決台灣問題 但是這次不同 還有一個 最重要的就是 畫面是很震撼的 整個二十大的焦點 就是胡錦濤一個人身上 而胡錦濤這樣被人夾出場 無論你怎樣 比如共產黨 他只是通過新華社 說他有病 沒有說任何其他事情 但是大家看那個畫面 是很清楚的 所以台灣竟然有些人 就是 幫共產黨解話 不是 他有病 有病 那些 你擺明 你真是幫共產黨 黃 這些 說也免得 但是這個畫面 對很多台灣人 好像我們那天吃飯 這班人 他是很大的震撼 你說 二十大報告 他絕對不會承諾放棄 你無力解決台灣問題 就是 你沒有那麼害怕 看到這個畫面 你就真害怕 他不是說 大家覺得 這樣的一個前 國家領導人 全總書記 甚至乎有因於 這個 習近平 當年在十七大 之後 他不是 裸退 你 習近平也沒有那麼快 控制大局 他是 裸退 所謂 用大陸的術語來説 裸退 什麼都退了 什麼都沒有 所以 這樣 你都可以出手 這麼難看 台灣很多人 看到這個畫面 才會害怕 對於美國 都是一樣 雖然他沒有作任何表態 但是他們 所有這些 做 研究分析 中國正程的 那些專家 或者那些 所謂智囊 這個畫面 對他們 是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對研判中國的形勢的發展 所以 回頭再講回 今天要講的主題 就是說 在11月8日 即是下個星期 美國時間 星期二 就要進行 每次都是 在總統任期 那屆總統任期的一半 即是做了一半 就要舉行 這個 所謂中期選舉 這個中期選舉 就會在 2022年的11月8日 星期二 當然這是美國時間 我要講的 就是 現在 這個畫面 我們做這個圖 我稍後再講 就是 所謂 負面文宣 就是那個 negative campaign 即今次 其中一個主題 就是 親中 或者抗中 這個稍後再講 但是 這個中期選舉 對全世界的影響 是非常大的 你換我的圖 不要用這個 就是那個議會的席次 這個就是 我們 綜合一些 外媒的報導 主要就是 紐約時報 很清楚 這是一些資料 美國參議院 和眾議院 都要在這一次 中期選舉裡面 進行一些席位的改選 參議院在100個席位裡面 有30個席位 就要在這一次選舉裡面 去投票的 贏了的人 就會在明年的1月3日 至到2029年1月3日 在美國國會任席六年 六年的 當然現在 在這三十四個要選的 之外 那六十幾個 他的任期 就 就不是六年了 因為他正在做 你明白嗎 有些可能是 要到下一次選舉 他才要改選 因為 那個參議員分成三組 任期錯開 一至兩年 就會選出一個不同的組別 在三組參議員上一次 當選是2016年 接著2022年 再參加選舉 現在參議院 100個席次裡面 幾乎就是 五五波 民主黨 48席裡面 加入民主黨 黨團兩席 即是無黨席的議員 以及共和黨50席 50對50的狀態 其實在參議院裡面 就是說 副總統 他可以投關鍵的一票 即是說 現在民主黨 仍然等於 可以控制這個參議院 但是 危危苦 如果共和黨 在這次選舉裡面 拿超過50席 那就控制這個參議院 至於眾議院 就是 說回那個35席要改選 其中民主黨有14席 共和黨有21席 他們要改選 而眾議院有435個有投票權的議席 全部都要參加這次選舉 現在民主黨有220席 共和黨212席 相差8席 另外有3席的空缺 就是另行補選 即是說 現在這個參眾兩院 現階段 都是等於控制在民主黨的手裏 執政黨的手裏 但是這次選舉完了之後 情況可能不一樣 現在一般估計 眾議院可能會佔優勢 其實這個選舉除了參眾兩院之外 大家知道還有這些州長都要改選 36個州長的職位和州的行政機構 和州議員等等 這個中期選舉對美國來說 它的重要性和總統大選 其實是不分牽制的 這個重要性 有時甚至是 這個中期選舉更重要 因為總統已經產生了 已經做了兩年了 這個所謂的中期選舉 就是要影響到 接下來兩黨政治的 權力分佈 或者政治版圖 因為這個是真真正正的 一個立法機關 它是影響到總統的權力 對總統的權力構成 一個非常大的制衡 有力的制衡 國會如果是共和黨過半數的 或者是控制自彈一個參議院 或者是眾議院的權力 都會對拜登構成一個非常大的制衡力量 這就是美國的政治特色 就是美國的民主政治 或者所謂政黨政治 雖然他是總統制 他不是內國制 他總統也是民選的 跟著議會也是民選的 跟英國那些所謂內國制 是不同的 議會的多數黨是組織政府 行政、立法都是控制在一個政黨的手裡 但在美國就不是的 他隨時會出現 總統是共和黨 然後議會的多數派是民主黨 於是就構成了一種 所謂叫馬腳 但是竹象棋知道什麼叫叫馬腳 你叫馬腳就是一種制衡的力量 所以這次的選舉 其實大家都非常關心 全世界都很關心 正如我剛才所說 你是影響很多事情 比如說烏克蘭 這場戰爭 是否繼續維持下去 美國是否繼續 賺很多錢去支持烏克蘭 對抗俄羅斯 甚至藉著支持烏克蘭 去震制俄羅斯 如果不然 整個烏克蘭 對整個區域和平 都要構成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這個是相當重要 當然內政來說 他都有很多爭議 比如經濟問題 最近的墮胎爭議等等 這些都是今次選舉的一些重要的 所謂agenda setting 議題設定 當然有些人仔細分析 就是有幾個關鍵州的選舉結果 就會影響兩黨政治 共和黨 民主黨在國會的政治版圖的重整 現在初步看民意調查 和專家的分析 就是民主黨的形勢 似乎比較不利 而拜登的支持度 其實現在一直在弱化 所以美國就是這樣 這個選民的決定 還有今次選舉 我有些朋友 他在Facebook上鋪一些東西出來 那一疊選票這麼大的 所以你美國人也算是很厲害的 當然他們的投票方式 和台灣和很多地方都不同的 好 這個就是關於其中選舉 有很多所謂背景的知識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這些相關的資料 我會有興趣 我只是講一個重點給大家聽 那 第二個要講的就是 共產黨在中國 現在就是神憎鬼險 過去我在美國的時候 因為我經常都會跟 我最近去美國那次 我都有跟一個 在那些地方的那些 就是county的那些 那些議員是華裔的 就是吃過飯 在美國這些 不是像現在的聯邦選舉 這個參眾兩院 你在那些county的選舉 或者那些地方選舉裡面 為什麼共產黨 就是過去這十幾二十年做了很多功夫 搞定了很多華裔的人 這些華裔的人 有些被招待回去大陸 去旅遊、觀光、考察 就是 丟了很多錢 甚至乎 當地有些人告訴我 有很多團體 商界 全部被共產黨統戰 加拿大也是這樣 現在已經有那些 大陸去的新移民 當選議員 所以很恐怖 那種滲透 但這次 整個大的形勢就是 擴縱 所以那些候選人 竟然搞一些 所謂negative campaign 那些負面選舉文宣 就抹紅別人都有 所謂抹紅 在台灣叫抹紅抹黑 我們在這裡看 現在選舉 打鑼打鼓 九合一選舉 就整天都抹紅 你批評民進黨 就是中共和路人 最近還好笑 桃園市的市長候選人 民進黨被人 改了個名字叫中國鵬 因為你在這裡打抗中保台 這個議題 作為選舉的議題 抗中保台 選到民進黨的人 就可以抗中保台 連地方選舉都玩這個招 當然效果成異 誰知道鄭運鵬被揭發 他做過大陸生意 真是糟糕 現在被人改了個發名 叫中國鵬 究竟對選舉的影響 我不知道 就是替人頭者 人亦替己頭 其中一招就是抹紅 現在在美國 這個中期選舉 這裡有一個案例 我們看到BBC的報道 我們整理了這個案例 我就發覺 以前親中是有好處的 那些議員 代表我和中國關係好 那些議員候選人的政客 甚至乎接受了共產黨很多好處 共產黨沒有什麼 他就是任何一個領域 都在做這些事情 滲透、分化、統戰 一直都在做的 其實是成功的 比如孔子學院 但是孔子學院現在周圍都被人趕 美國就直接要立法 孔子學院就被人踢走了 好了 我們說回這個末空 或者這些 在選舉中出現的 攻擊對手親中 攻擊對手親中 這個例子就是在加州南部的橙院 Orange County 這個在加州我們都去過 這個橙院有很多華人 有很多亞裔的 所以連眾議院也有 這次在橙棍 我們一般叫橙棍 有一個44歲的台裔人士 叫陳介飛 在選舉中 就是這個眾議員的參選人 跟共和黨的聯邦眾議員 即67歲的韓裔的鶴銀豬 就競爭這個席位兩個人 去爭這個位 這個陳介飛 曾經在一間學校裡面 推動孔子課堂命名的中文教學 因為在橙院其實有很多華裔的 很多中國人 其實在加州也是 加州就算是灣區 很多都是很多中國人 譬如我們這次在Milbury 我們在加州灣區的Milbury 我們小朋友住的地方 有一個市議員 不是香港人 他當然是競選連任 其實很多華裔 有很多亞裔 包括越南 韓國 香港去的那些 或者在那裡早期移民 那些香港人的第二代 都有的 近這20年 就多了很多 在中國大陸過去的 都有嘗試去參與這個地方政治 陳介飛就曾經推動孔子課堂命名的中文教學 好了 韓裔的對手 即現任的共和黨 在這區的聯邦眾議員 就利用這件事去攻擊他 就將他和中國和共產主義結合在一起 所以呢 在街板裡面 占到那些負面文宣 就是你的對手出 然後攻擊你的 我們好像有那張圖 那張圖是說什麼呢 那張圖就說 China's Choice 中國的選擇 J. Chen 這個就是陳介飛 那這個呢 就是在那個 Orange County 地區 你就看到這些 顏色的競選廣告 是吧 中國的選擇陳介飛 然後還有一個 五角星 象徵這個共產主義 這個呢 就不是陳介飛自己的 那個 Display的一個 選舉文宣來的 這個是你對手 你明白嗎 就是說 你如果選他 他是China's Choice 共產黨選擇他的 這個現任的共和黨 那你就看到一個共和黨 民主黨 以前大家印象就是 共和黨比較反共 民主黨 就是不要說親共 他沒有那麼反共 可以這麼說 但是現在今時今日的形勢不同 大家都反中 抗中反共 基本上就是 這樣 搞到 就是說 這個選舉 這些負面選舉文宣 竟然 罕有地出現這些 攻擊對手親中的 這些這樣的宣傳品 這個 竟然變成了一個議題 就是 就是說 現在甚至乎 可能在 不要說這個區 在其他 比如在參議院的選舉裡面 都可能會有機會出現 就是用 這個 抗中來做議題 選舉議題 或者攻擊對手親中 這個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共產黨 神憎歸 過去 辛苦經營的 過去 由1979年 其實數遠一點 就是這個 尼克遜時代 找個基辛格 秘密訪問中國 搞了這麼多事情 就是 令到 1979年 卡特 卡特政府 任來可以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79年到現在 40多年 現在的美中關係 有史以來最惡劣的 所以 不久之前 有些人經常說 習近平應該會下台 因為他搞到和美國關係這麼惡劣 自1979年以來 美中關係最差 中美關係最差 他是不是要負責 但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沒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沒有的 他到了1979年 才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中國的 因為聯合國 在1971年 已經 踢走了中華民國 然後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取代了中華民國 在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的 過席位 但是 今時今日 大家看到 他的形勢已經完全不一樣 所以政治的事情 國際政治就是這樣 我們經常說 世傾則絕 利窮則散 什麼都是說 國家利益 美國今時今日 和中國關係這麼惡劣 他都是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 要繼續抗衡這個中國 你可以在中國民族主義者 就說 你美國現在是 怕中國的崛起 會超越你美國 所以大家客觀點看 你美中 或者中美之間 大家清一下 你有牌都不可以超越他 大哥 不要發夢 好 休息一會